好 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 有接触过一些就普通人 在台上表演脱口秀 所以我觉得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 绝不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技巧 每一个人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脱口秀的高手 我现在临时去说的话 反而会不会不会 我是特别不喜欢这个 要是事先排好 定好 因为我觉得不管跟谁在场上对阵脱口秀 我更关注的可能是自己将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完成这个脱口秀 而不太在乎对手 他有多强大 对我来讲无所谓 尽力而为吧 你先下你 你先下你 萨老师是这样的 稍等稍等稍等 怎么这样呢 怎么这样呢 这个高度你合适啊 这就只能到这么高了吗 不因为我看他们讲的时候都搭着呢 我还想弄高一点 对 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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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李淡的身高 他搭着有基础 对啊 萨老师 就这样了 萨老师 和肝儿较劲 好吧 萨老师 话筒为你修好了 好 你觉得肝儿是不是可以 我觉得这样挺舒服的 只要是你喜欢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好 接下来 我对对方便有提出的这个命题 进行一个简单的剖析 什么叫北上广爱来不来啊 这句话有道理吗 没道理 想一想 这是谁对谁说的话 北上广爱来不来 难道是北京上海的原住民吗 错 书记市长也不敢这么说呀 北上广爱来不来 你跟谁说呢 所以这道题目 当时一听我就火了 谁出的这么没逻辑的题 他们说张绍刚出 我也想那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这个题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 是吧 完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总是显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为我这个身高 我很不喜欢别人高高在上的看着 包括什么 北上广你爱来不来 这种话 是吧 你们爱听不听 但是我想 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说 扪心自问一下 北上广 我们爱留不留 因为选择权在每个人手里 对吧 你比如像我 一个资深北漂 当然我的北漂 跟很多北漂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被迫北漂 这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我在想去吧 那么远 是吧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真的呀 你想万一你要不小心 收到个清华的保送通知书 你人生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我也想北大还可以 那就去吧 对 到了北京之后 你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什么挤公交啊 挤地铁啊 住地下吃啊 吃方便面啊 这所有的这一切 我都没经历过 都没经历过 因为在北大 生活还是很舒服的 当然 后来 本科毕业的时候找工作 哇 那段时间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空当期 你是要租房 要在北京独立生存了 哇 那段时间 我保送研究生 学校的宿舍呢 又继续延续了 所以 又跨过了这样一段 是吧 人生当中的遗憾 遗憾 没有经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说到北漂 我给你们提三点 这关一定要过 第一 语言观 因为你不说普通话 交流起来有困难 咱们原来有个同事 你还记得吗 有一期节目 他去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因为找不到配音演员 他自己配的音 然后我们所有人审票的时候 他阴森的声音 从片子里传出来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 有15个人 这15个人 每天干的事 就是打脸 我的妈呀 一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天天互相打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最后一翻译过来是 这个村 只有一个矿 矿上有15个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 是打眼 这期节目 审的时候 咱俩都在了 所以你要语言观过不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歧视任何地方的方言 我会说方言 我骄傲 但是 你要是说不好普通话 交流有障碍 工作效率会低下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留还是不留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买房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房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报到的 第一天 紧接着我就去了 房管科 一推门 那个老师 有事吗 你好 我新来的 有房吗 房管科老师 新来的 来来来来 进来 坐下吧 你想要多大的呀 哇 还能自己选呢 我说 您这有多大的呀 我们这从一居的 到两居的 到三居的 还有一千平米演播室 要吗 我说一千平米演播室 我也不敢住啊 天天在我家开春晚 谁受得了 我说 那就小一点吧 最小的也有 而且还有不同楼层 不同采光 不同风景 你要哪个 我说地下室就行 哇 这小伙子你还真不挑 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排队吧 排队 我说 什么意思啊 说你看一看啊 中央台进来的 所有的这个职工 大家排队分房 我看看你前面啊 三百多个 你看 你看 前面 你排队前面的 还有你大姐 还有赵忠祥老师 你看赵忠祥老师 都排了二十多年了 对 我说那 那您觉得 我还有必要排吗 那个老师说 不忘初心嘛 等着吧 当然 我也没等 因为很快 福利分房就取消了 后来变成叫货币分房 但年轻人说了 货币分房 你倒是给我货币啊 我毕业那会儿 北京最高的房价 最好的房子 大概五六千亿平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想住上一个 一百平米的豪宅 安居乐业 你要攒五六十万 当时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回老家 太贵了 受不了 但现在呢 年轻人该说 那房价都已经翻了 十倍不止 你们老看房价翻倍 你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的工资也在 也在涨啊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工资顶天了三千 你们现在怎么也得 三千五了吧 当然 买房子这事呢 你也急不起 因为现在房价确实贵 但你可以买远一点 你比如北京买不了 咱买 铜县 铜县买不了 对 藏州 藏州不行 保定 保定再不行 咱白杨店 雄南 那边贵 那边不行 咱继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 就真回湖北了 那跟回老家有什么区别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你留还是不留 最后一点 你的心态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藏龙卧虎 除非你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不然你真待不下去 我都遇见一个事 一个小伙子来送快递 一打开门 大哥 有你的快递 小伙子 里边我买的电子设备 好的吧 以豪不好 俺不知道 可能是豪的 可能是坏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讲 这个豪和坏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你只有打开 盒子的那一瞬间 这个两种可能性 才坍塌到一种可能性上 要么是豪坍塌到坏 要么是坏坍塌到豪 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 叫学定恶的毛 我当时我就说 大哥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耽误你时间了 所以你说 在这样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人才 到处都是能人 你能留下 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态 不忘初心 最后告诉大家一点 北上广 爱来不来 这句话 按不同的方式读 它是不同的选择 北上广 爱 来吧 来 坚定信心 北上广 爱 来 不来 这是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第三种 北上广 爱 来不来呢 这个问题 那是学定恶的毛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那一瞬间 你才知道答案 谢谢大家 这个话筒掉还是不掉 这是薛定恶的猫 你只有最后让它掉了 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为什么老要掉的 这是广告 京都念词案是广告 你上来把人广告给摔了 下去吧 我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辩解什么呀 你都咔咔给人摔坏了 拿好杆 下去吧 下去吧 听着萨老师说呀 我也心潮澎湃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赶上了分房 酷出我一口老血 萨老不重要 不重要 萨老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的成绩 好不好 各位 脱口秀界的Superstar 主持界的Superstar 你把那个话筒放下 来 我看 各位 绿界红界 暗界 我一开始让他演警犬 他还羞涩呢 说那晚上我怎么演 我不会演 你谁都搞事 接下来要上场的 来自清华大学的变革 应届毕业生 然后大学的时候还是那个相声设的 在清华110年的校庆 讲过相声 我就问他 为什么不讲脱口秀 他说 清华没有脱口秀社团 我们还是得努力 对 努力 争取在清华120年校庆上 有人能讲脱口秀 当然这个清华的朋友们 你们直接请我也是可以的 我在精神上 一直都是清华的校友 让我们欢迎我的清华学姐 变革 大家好 我是变革 战总 清华和脱口秀不一样 清华是有门槛的 开玩笑 能来讲脱口秀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ING 首先 这叫graduating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脱口秀你们是专家 但英语我是专八呀 都说毕业是人生的转折点 其实我高中那会儿就规划好 要学法律当律师了 只有一件事我没规划好 就是我本来想考北大 阴差阳错之下 却保送了清华 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也不会因此太苛责自己 清华也还行 人生不是规划好就能一帆风顺的 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难关 大家都知道 清华校园很美 我也听说了 但我没怎么去过 我因为疫情啊 这四年 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课 我妈一度很怀疑 清华还能寒瘦吗 家里亲戚也很关心我 辩哥 学习还顺利吧 我说网不卡的时候 还挺顺利的 不光我们 老师们也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哲学老师在讲台上 讲了一辈子课 没想到网课居然适应得 还特别快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德 刚才讲的这个行二上学 同学们听懂了吗 听懂的 在弹幕上抠个一 我们都听懵了 生怕老师来一句 这本人民出版社的纯粹理性批判呀 现在就可以在直播间购买了 三二一上链接 今年我们很多同学 都是在家里 线上观看的直播毕业典礼 一边看 一边给自己拨碎 有的同学忘了订闹钟 一觉醒来 他的青春结束了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规划的人 即使毕业后没进律所 那也在我进律所的规划之中 我可以考研考公务员 Gabrier跪在律所门口求一年 讲脱口秀其实也是我的规划 讲得差 我就回去找工作 讲得好 我就找到了工作 只要我规划的足够多 一切就都在我的规划之中 现在的就业形势确实困难 清华保研的名额变少了 工作不好找 前一阵子 我一份已经收到的offer 居然被撤了 在我的理解里 发出去的offer 就是泼出去的水 offer还能被撤的吗 还有没有order了 发出offer的机构 还是一家律所 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 但是回头想想 正因为他是律所 他还不怕被告 本来是一份offer的事 回头就变成一个case了 我是真不敢跟他们杠呀 拜托 我是想当律师 不是想请律师呀 所以你们说 00后是职场拽王 其实我们大部分 00后也真的不拽 只是单纯还保留着一些热血 大家对于后辈 总是喜欢吐槽 80后 吐槽90后 00后 吐槽10后 我现在觉得 最差的还是那些20后 只知道索取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前辈们喜欢指导我们 我们也想借鉴前辈们 过往的经验 但是每一代人 遇到的问题 都是不一样的 我有自强不息 厚德在务 这是清华的校训 我也想跟大家共勉 希望我们都能有个光明的未来 单总 我很喜欢脱口秀 你们效果文化 也要自强不息呀 谢谢大家 我是变格 讲得很好 掌声再次送给变格 厉害厉害 每个人都能说 五分钟脱口秀 对吧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上 五分钟退化 但是 好厉害 好厉害 给我们的鸡鱼也收到了 但是呢 我们公司缺的 也不是自强不息 我们缺的是厚德在务 这四个字里 尤其缺第二个字 还有问题 有点浮夸了 这个表演 我们下面一位呢 是我的同事 刚才后台跟他对了一下 我俩曾经居然在同一个办公楼的同一层待过一年 我说为什么我没见过呢 他说可能见过 但我对你没有任何印象 来自澳美广告 现在是创意总监了 真的很厉害 如果我当初没有讲脱口秀 一直留在澳美 以咱这个工作能力 咱这个意志品质 发展到今天 很有可能已经能成为流量的下属了 是吧 有请我平行时空的领导 刘远 有请我平行时空的领导 就你知道我从浪姐下来 我其实就准备回去上班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收到了这个脱口秀的邀请 我就说还是小李懂事儿 小李啊 咱就说当老板当累了 咱随时回澳美 澳美是你永远的家 我是你永远的领导 那今天是毕业场啊 节目组说让我要来聊聊毕业的事儿 我说好啊 我高中毕业于成都第七中学 哎 导演说 我们想听北大的 我说北大 又是好稀罕的 北大的故事那么多人都说过了 可是成都七中的故事 可是现为人知 我发现就是大家总喜欢拿那个 什么名校出身啊 来标榜自己 总喜欢说自己是什么清华的 北大的 就特别讨厌 特别看不起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自从我用北大的毕业证找到工作之后 我就再没提过 本季到目前为止 得票平均分最高的演员 没有人比他更懂比赛 掌声欢迎 忽兰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家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恭喜图然189票 晋级上队区 那个钻石啊跟煤本质上都是炭 你朋友说那你跟王一博还都是人呢 恭喜忽兰 你满票准差七票 进入直通区 忽兰是真的强 每场的票数都很高 到目前为止 忽兰应该是平均分最高的 基本没跨过 他就一直那么强 只要还在比赛 你就还得有压力 劲儿不能写 他人属于那种非常厉害的比赛行程师 战斗欲极其高的人 最让我佩服的一类老选手的话 忽兰比了三季的国庆大会 作品是一年比一年好 我觉得他进决赛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先进决赛呗 加油 掌声欢迎忽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创 我说是小北好笑 不是我好笑吗 前面播出 受到很多人有反馈 说忽兰有文化 哪有啥文化 我跟你讲 啥叫有文化 同学聚会 人都是 我在清华研究量子 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 你说我们导师会得特别多 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 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 要是拍得不好 还会挨骂呢 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吗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诛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教卷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 老师第十题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 啊的这个声音 一分钟是啊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说一分钟是啊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一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一起对答案 而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走后题我没做 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真 其中考试满分一百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的 他们觉得 哎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都说光看成绩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打了两个多少 题我都看不明白 写的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历史就说 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 只有女朋友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卷子 我说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提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的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清白五分是七分 他是零分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是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啊 他那个分数 反正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制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叫用功 从物理上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人菜饮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的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碎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败起来了 最后摇着光一个头瞌桌上了 把自己瞌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我是咋认识这个美国同学的呢 就是学渣之间是互相有雷达的 就第一堂课上课的时候 我环顾四周 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 我环顾四周 感觉你也没知道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只有他是一副 对知识刀枪不入的表情 大意凛然的 就像那个去了女儿国的唐僧 不学 贫僧不学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 对我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得懂 又啥都听不懂 学着学着又这样 别的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虔诚 最后最后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留着在图厂过年 我今天讲这个我是学渣的故事 就是现在会听人说什么 忽然学霸就文化 我怕我听着听着自己就信了 我不是他学霸对吧 我充其量 最多就是毕业之后没有放弃学习 谢谢大家 我是忽然 谢谢忽然 谢谢忽然 三 二 一 请坐标 可以 怎么样忽然这一段全听全听懂的对不对 没有一点没听没有卖的全都懂 太懂了 我觉得学渣是有雷达了 环顾四周 发觉 我们俩互相看着 笑笑笑笑 物理那块说什么呢 说说物理 对对对 乐 听物理都对了 就得乐 我用雷达测到了大城 真实 你怎么会是学渣呢 没有是因为一群学霸放在一起 总有那么几个是学渣 我认识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五个灭霸放在一起 也有两个是灭渣 其实 因为就想起来 哪里是这样的 我其实还挺喜欢学渣的这个 因为有很多那个考试时候 这个心理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这么成长过来的 后来上一季是 季军 季军 忽兰 你 冠军 因为他这一季 整起来说 每一集发生的都 都特别的稳当 他是很稳的那种 特别稳 我们这冠军也太不值钱了吧 这一会儿已经发出这四个了 没事 我觉得发挥很稳定 这一集很棒 对 好 那我们恭喜忽兰 获得了八票 李小元到拍灯进入等待区 忽兰是真的强 主要是这个人到现在 依然充满斗志 经验也丰富 我觉得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忽兰今年非常有可能夺冠 忽兰今天也太松弛了 但只要那个状态一起 没有谁能够挡得过他 好 好